中央气象局并发布第二波低温特报 气温将再度下降 并可能出现10度以下低温 彰化县政府寒冬送暖 26日彰化县副县长柯成坊 代表县长卓博元前往园林火车站 带领社会处同仁结合爱加倍社区服务协会 包括创会长郑明仁牧师 理事长黄建炼等人 于园林火车站定点发放热食及预寒衣物 让在外露宿的街友可以温暖度过寒冬 同时为街友们送上预寒外套 我们今天在园林火车站好 我们共同我们县政府结合 我们社区团体来寒冬送暖 温暖街友心 我们关心许多的街友 街头的朋友 还有我们独居老人 跟许多的弱势的对象 我们关心许多的东西 在寒冬当中 他们是不是可以吃饱饱 穿个热 我们这波的寒流 低温可能是十度以下 所以我们今天在园林火车站好 在这里来提供我们的街友 用这个金屋 蜜色 还有酱母茶 还有绿寒衣物 可以让他们感受到 我们对他们关怀 贴心的服务 第一波低温特报 于11月28日来袭 县府当日 即结合仁安基金会 微裙老人长照中心 增营老人养护中心 及爱加倍社区服务协会 于彰化火车站 及远林火车站两地 同步定点 发放热食及预寒衣物 关怀皆有身心状况 避免其挨饿受冻 我现在没出发 我们自己合作 你先安置 你先吃饭 先吃饭 为避免发生不幸事件 民众如有看到需要帮助的街友 可立即拨打服务电话 白天 753-2246 753-2241 夜间及假日轮值手机 0937-250-847 社会处将协助提供保暖衣物 热食或协助暂时安置等服务 公益频道林俊明 袁林采访报道 何度 experiência 请不吝点赞